男人观察敌情许某人发现 眼前的车厢里有深意的困惑 于是他立马提醒周围的战士 可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鬼子就端着机关枪疯狂扫射 本想掏枪还击的小博 却被无数子弹打中身体 而这一幕 也被不远处的老崔看在眼里 悲痛万分的他朝鬼子展开反击 可实力却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在子弹的无情洗礼下 老崔和战士们全部都倒下去 而躲过一劫的藤原也是非常疑惑 自己明明运输的是武器 怎么会藏着这么多的士兵 在一番询问后才妒忌 原来高木把自己当成佑 以此来吸引八路军的火力 可军官却对此浑然不止 表示一切都是高木所安排 而无奈的藤原 也只能吃下这个养 没一会的时间 听到动静的二灵就赶到了战场 可放眼望去却不见一个活人 二灵怀着悲痛的心情仔细翻着 好在老崔还有一丝气息 于是二灵赶忙将他抬回根据地治疗 与此同时 没有遭受伏击的高木 也是非常顺利地将武器带到了工厂 尽管晚点了三个小时 但至少保证了武器的安全 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三灵 还在焦急地等待消息 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几口鬼 而将他们出卖的正式勾腿子板牙 得失后的板牙非常嚣张 甚至扬言要坐上三灵的位置 你别以为你还是三爷 你也别一辈子拿我当你手下的板牙 我还告诉你 我弄死你 就像你也是一只臭 三灵听闻只能忍气吞声 但一旁的麻雷子却无法 只见他假装起身给板牙倒茶 随后将开水洒在他的手上 没一会的时间 板牙就被众人瞬间制服 还不等他开口求牢 麻雷子就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 为了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 众人只能合伙将屋外的鬼子杀掉 只见三灵和麻雷子站在门的两侧 随后小智便大声呼喊鬼子进屋 不知情的鬼子刚走进房间 就被三灵和麻雷子瞬间杀掉 紧接着 三灵便立马找到二哥 将高牧射下的圈套说了出来 但二哥却丝毫不感到惊讶 因为老崔的部下已经中了高牧的埋伏 同志们都牺牲了 娟子和娘已经被高牧抓走了 三灵听闻瞬间慌了神 当即就准备带着手下去救人 但二灵却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鬼子做实验的那批武器 你要怎么跟他们说的 你忘了吗 不能让他失望 但二哥的一番说辞之下 三灵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为了尽快找出实验工厂 三灵决定去找土匪朋友帮忙 然而王振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鬼子要收编山寨去当黄谢君 尽管他们干了多年的打劫够道 但卖国求荣的事根本做不出来 于是在三灵的一番说辞下 王振海便决定带着兄弟们大干一场 反正进退都没有路 老子就跟你 屁吧